凯歌的离去 凯歌走了 由他在我心中留下的思念为证 那一阵子有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晚会 由学校主办 由我们分院来承办 而这次晚会的舞台设计 又找到了我们漫画协会 来具体的设计和执行 根据主题 我和凯歌设计了方案 这个凯歌就是之前我的手受伤 一路护送我去医院的那个凯歌 然后我们花了几天时间 完成了那场晚会的舞台制作和搭建 晚会很成功 我和凯歌的工作 也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表扬 这也为漫画协会失去凯歌 埋下了伏笔 这事过去了没多久 学校的艺术策划中心 就向我和凯歌伸出了橄榄枝 强烈地希望我们能够加入其中 为整个学校发光发热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 更知道自己的兴趣本就不在于此 甚至都后悔弄了个漫画协会 所以这种大格局的事 偶尔玩上一把还行 真要让我尖挑重任 我对自己还真没那个信心 艺术策划中心的本意是 我们两个人一起加入他们 我这边的情况是 无心于此 力不能及 凯歌的态度呢 是无所谓 我也不清楚 凯歌的这种态度 是叫无所谓 还是大无畏 总之呢 最终这个重任 还是落在了凯歌身上 我自己则全身而退 继续闲云野鹤的逍遥时光 说到这里 如我谈上几句凯歌 凯歌 宝定府人也 文重宽厚 堪称我们两个般的定海神针 更是21世纪 新好男人的最佳典范 核心业务出众 同时又涉猎广泛 无论是航空航天 五金画工 历史文化 阴阳八卦 还是穿材烹饪 他都无意不同 而且呢 上九天揽过月 下四海捉过鳖 南山套过狼 北山打过虎 他离开漫画协会的消息传来 从南海之宾 到天山脚下 从繁华都市 到边远山区 人民群众都陷入了 悲痛的亡羊大海 日月阴之乌光 大地为之动容 一个如此接触的同志 就这样离开了漫画协会 这不仅是漫画协会的损失 更是漫画界的损失 甚至是时代的损失 他的离开 让这个时代 满足了20年 就这样 在人民群众 依依不舍的眷恋中 凯歌 毅然决然地 离我们而去了 留下了许多 没有完成的遗愿 带我被同袍 为之奋斗 好吗 感谢观看